我在暑假的時候有幫OneNote錄了一系列的教學影片 那我在這邊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在我們簡報上也有 那我就先進到我的部落格 老師看一下 您進到我部落格之後呢 在上面有一個叫做OneNote的翻轉教學區 翻轉學習區 那你可以在上面看到我公開的課程 原則上如果我是像這類研習的 我都是屬公開課程 公開課程 所以呢 您在上面也可以隨時加入 像最近有講在中正大學 我有講一個就是有關於摩克斯的 有關於摩克斯的其實也 蠻適合老師就是一起來學習 好那我就往下跳一下 在這邊 那麼我幫OneNote錄了這個影片呢 首先就是像跟老師剛剛一開始一樣 第一個就是有關於怎麼樣去註冊 你比較輕度的 像老師這樣 我們也不用說一定要等你註冊完 反正你點一個 反課帳就進來了 這樣就可以減少什麼 老師等待的時間嘛 對不對 這是一種那你要用比較標準的 當然OneNote也有付費的使用者 也有付費的方案 不過OneNote原則上應該99%以上 你看老師不會想要付錢 除了像我用比較多 我願意付錢 因為我希望他繼續活下去 因為好用嘛 OK 那我往下的這註冊的 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像剛剛老師一樣的 我把老師當學生 所以有沒有 教老師怎麼加入群組 怎麼做測驗單元 對不對 其實呢 老師您剛剛在填寫那些測驗的時候 您可以看到自己 就是那個任務裡面完成的百分比 買一個教材 閱讀了多久的時間 然後那個作業 那個測驗有沒有過 有沒有那個 右手邊都有那個時間 跟那個結果對不對 自己會比較清楚說 到底學習的狀況如何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發問 在OneNote裡面的話 你可以在那個 教材裡面就直接發問 老師會收到Email通知 老師會收到Email通知 甚至呢 我們剛剛也有跟老師介紹過 有沒有 你可以找開放的課程 或者是開放的這個群組 你就可以自己進去了 不過我必須說啦 雖然我也開放了很多的群組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 都蠻怕 敲錯門進錯教室 想說我竟然會打擾到人家 所以通常開放的群組 加入的不是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喔 請問 不小心訂閱的不該訂閱的 不能說不該訂閱的 不想訂閱的 或者進到群組 不想要繼續的 請問可不可以開放的群組 就走了 可以啊 你的右上角那邊 有退出群組 好嗎 所以不要害怕開錯門 有時候不小心打開之後 可能可以找到很多保障 對不對 所以不要客氣 反正他已經公開就闖進去嘛 沒有就被踢出來了 OK 這個是第二個 你看我們從註冊 什麼同學懂得學習 再來就是老師最需要的 什麼 老師從背課拉斜 你看我有這些教材 但是呢 老師你要怎麼去把這些教材 準備到OneNote裡面來 對不對 你怎麼把這個 所謂的班展學點平台 能夠帶到你的課堂上 這也是很重要 也是很重要 那 我先問一下 老師 需要修行一下嗎 需要 需要 那不然我就先 佔領到這邊 那老師您先 有時間的 你就先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來跟老師介紹 怎麼樣來做被困的部分 好不好